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获得教育部的相关的补助经费也是都是第一吗 那你觉得台大跟周边的邻居的关系做得好不好 是应该要跟周边的邻居更好一点 特别是台北市政府最近有在规划在新生南路这边 希望他的人行道可以扩大 我们也积极地在跟他参与 所以市政府的很多的规划 台大这边积极地都会跟他们参与 那可是居民跟台大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吧 居民对台大的关系最主要是 最近他们对小巨蛋旁边的噪音跟人潮 他们有一些意见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请总务管理这边积极在去检讨 看看是怎么样子来对外面厂商来承接的时候 做什么样子的规划在时间点 那还有一个是对有一些超过那个人数 比如说他们年轻朋友办的那个cosplay 那个人来的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势必在对外他们要承租这个场地的时候 需要做一些规划 这一部分需要跟居民来做一些协商 那个校长你知道不知道在今年一月份 我在立法院有召开过一个协调会 请你们的总务长来 那个协调会是为了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就是为了噪音 就是为了小巨蛋噪音的问题 当时你们学校也是在讲 我们要研究这个出租的办法 对于噪音高的部分我们就不租给他们 又是怎么样 结果呢今年一月份的协调会 到现在 我看报纸 两个礼拜前的报纸 台大的主人主命还是在讲 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这个出租的管理办法 怎么样降低报应 难道这一年当中都没有去研究吗 难道这一年当中就开了52张的告发单 被罚了九十几万 当然这九十几万不是台大罚 是罚是业主是厂商 对不对 那你台大到底有没有改善呢 我们再回去好好再 那个校长 我在一月份开的协调会 就是请你们针对高噪音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租给他 你们当时也是同意说回去研究 一月二十三 不 今年的二月二十三号 你们有没有租给一家厂商 你有没有看过这家厂商的广告 邀请这些年轻人去参加他的活动 他的广告词还讲说 这不是喜爱 这是救赎 当你当你我从噪音交融的绝美的烟雾 生辞中佛起 我们个个中央完好健全 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发个耳塞 就是众音噪音发达耳塞都没有办法 而且参加的人说他带了耳塞以后 结束以后的过后面的二十四小时 耳朵就在发噪音 都在噪音 都在冥想 周边的居民怎么办 那现在 我是一月份开到协调会 你们学校说会改进 高噪音的不租 这个广告单是你们二月十三号的 这广告单 还不是照样租 然后到现在罚了五十二一 不 罚了开了五十二章 到底我们学校有没有办法改善 我们的脚踏车停在周边 里长就取缔 然后被学生举中指 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学校不能解决吗 请教一下校长 如果这九十二万 开的是 罚的是台湾大学的话 你要怎么处理这九十二万的 罚款 你是用校务基金去付吗 还是用个人的方式去付 还是用什么 我们的校务基金是不能付这个钱 不能付 那怎么办 你要知道 噪音管制法第24条 是可以向学校开摊的 难道要我再去办会刊 到现场去 要求市政府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罚单 通通开学校吗 我觉得只有开学校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开业者 业者不怕 一张票 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一张票 二十二 两千八百块 你开吧 你开了罚单 我拿两张票的门票 就缴罚单就够了 业者根本不在乎 如果开学校的话 学校会不会在乎 学校绝对在乎 因为不能用校务基金去罚款 不能用校务基金 就是个人要去电 就是你们体育馆的管理委员会 要去负责 那他会不会再租给这些 有高噪音的 他不敢租了啦 当然是会严格来执行 所有高噪音的 不租 但是怎么样子管控 说他跟你讲就是没有噪音 但是在过程当中 还是给你噪音出来 这就是你们出租办法 你们要去规定的事啊 否则的话 你们不去想 那我就要求环保局开台大 我明天我就 我明天就办会刊 到台大现场去 要求环保局来开 从现在开始就开台大 我想不需要这样做吧 不需要了 所以甚至我跟你讲 校长我今天还提一个动议 动议你台大的预算意义 等你提出具体改善办法来 再来解冻 这个会处理啦 委员请放心了 就说实在的啦 周边对台大呢 你们学校要两个万部车子 政大 这个 说是用U-Bag 我们台大说 我们学校要两万部脚踏车 我没有办法 换句话说 你两万部脚踏车 你都摆在周边的 我那天参加 这个 明传国小的活动 校长也是在跟我讲 我们学校的脚踏车 摆在螺丝扶车上面 让孩子们上下学 安全都受到影响 好 那报纸又登了 里长说 劝学生不要停 随便乱停车 学生比中止 为了这样子非常不好 所以希望 校长能够也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好 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 大家跟邻居好好的相处 好 好不好 谢谢 那我主席会再请部长 谢谢杨教长 杨教长请回 来 江部长请 江委员长 部长长 谢谢 部长我们现在五年五百亿 是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期了 第二期的 而且是第二期的一半了 对 三年了 第三年 差不多两年了 要开始第三年了 这个学习已经进入到第三年了 对 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正好中间了 应该讲 那我们在第一期的结束的时候 是 我们针对第一期的做个检讨嘛 是 有关延览人才的方面 我们做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检讨 延览人才 我们希望更多元的 从全球去希望延览好的人才 回台湾来 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的 规范 我们希望能够多延览一些国际人才 是 还有一些国际的学生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我们现在看101年 是 跟102年 不是100年的 五年五百亿第二期的 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国际的环节这一块 其实相对 在所有的 如果你要看这些指标 在这一块是相对的是 是 整个目标的到达上面 是有一些差 有一些差距的 有一些不足 各校延览 国内的人才 很多都是互相挖脚 互相挖脚 我们 我们其实在五年五百亿 后来有规范 就是国内之间 不能用五年五百亿的经费 去做这个挖脚的作为 这个也有很明确的 有做了一些规范 也请各个学校 应该在这个思考上 来做处理 当然我也谢谢委员的提醒 我想我们从国际上 怎么样找更多的人进来 那这个其实 应该这是一个持续的努力 那也因为透过谈心 能够在那部分 稍微做出一点点成果 可是其实还有不足 那这一块还要持续努力 谢谢委员的提醒 我们是延览不到国际人才呢 还是根本没有去延览国际人才 应该是这样讲 各个学校 其实尤其鼎大这些学校 其实还是积极的 他们会去找 可是因为 其实一个国际的人要来 其实要有比较完整的配套 从他的环境 各方面 这些都要来看 那是不是足够 让这么attractive 让国际的重要级的学者 能够进来 我想还需要做持续的一些努力 不过这个发展的趋势 事实上至少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一些重量级的学者 在每个顶大的学校里面 都有邀约一些 这些从国际上 已经 依得是非常有potential 或者说已经知名的 这两个努力 大概我相信 其实都慢慢看到一些成效 那部长照你这样讲的话 是我们延览不到国际的人才 我们持续的 以目前的环境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延览 不容易大幅大规模的去做了 所以以延览 选择一些领域 国外的人才 所占的比例来讲的话 非常非常的低 经费的使用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当然我们现有人才 我们薪之谈薪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现有的人才 让他跑掉了 retain 保留现有的人才 然后增加国外的人才 我们要如何能够来增加国外的人才 如果赵部长 你刚刚这样讲的话 根本做不到嘛 其实应该这样说 其实我们也看到 每个学校他会选定一些领域 这些领域是他重要发展的一些方向 国际上有适当的人 他也可以邀约 我刚刚讲的 要全面比较大规模的 在国际上去找 以我们的待遇 各方面的配套 其实是还有不足的 因为其实 在高等教育的 教授的这个薪水的待遇 从全球来看 我们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从这些先进国家来看 所以你要从那边去找到合适的人 给的相对应的薪水的配套 或者其他的package 其实要更多 那这个其实是 每个学校开始在营造那个环境 营造那个条件 逐步的让他更有机会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其实都看到的 在座的这些校长 都在做这些方面的努力 我知道 光靠校长的努力不够嘛 如果如何改变他的环境 这是中央政策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两方面 大家一起来配合 学校不要只是在国内 互相挖角 希望能够到国外去 延来一些人才 那教育部以及行政院 如何塑造一些相关的法令 让国外的人才 能够愿意到台湾来 那才能够做了 从人才延来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从国际为主 我们今天对于国外人才的延来的成长 根本就很少很少 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少 甚至有些学校 101年既无延览国外人才 也无延览国内人才 国内国外都是零 我想我比较在意的那些数字 因为国内事实上当人才的流动 这个我们也尊重了 那可是国内的整个 本来的市场是相对比较小的 所以说其实是不宜在看 看待太多的国内的流动 可是从一个国际的人才的进来 这一部分 我想谢谢委员的这个指教 我想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校长们也应该会更加的努力 如何改善我们目前的环境 然后加强国外延览的人才 谢谢